大家好 我是文明 均有一个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就是什么呢 农馆来了 农馆来了 农馆什么意思 就是农村管理的一些人员 简单这么解释 城里有城管 然后管理交通的有交管 或者叫交警 那么现在农馆也来了 这农馆到底是怎么 到底管什么 它背后到底有什么因素在 然后这个事情 它能引起多大的负面效应 这个事情 今天我给大家来讲讲这个问题 因为我也是来自农村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 那么看到这个情况 我可能会讲的稍微详细一点 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农馆它到底是怎么 它来了这么多人 我看到好像说报道说 8万农馆已经到了农村 然后他们穿的衣服 制服好像还挺正规的 那么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对吧 中国政府到底是什么想法 咱们今天就来仔细分析 这个问题 首先说这些农馆 他们到底管什么 比如想在农村那么小 他们能管什么 那么多人 其实他们能管的事情还很多 我看到就是中国大陆的媒体 也在报道这个事情 它这里 我还有一个中国大陆的 媒体的报道的这个文章 它里面说到了三个例子 我记得是三个例子 有一个例子 这么说 就比如第一 管这个农资 农资商店 农资商店可能卖什么 这个种子 化肥等等这些事情 然后他们说 唐小婷为了保证农民 买到更安全的这些产品 然后他们进去检查 那你说这些人 进去检查 他肯定能检查出一些 什么毛病了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罚你钱 是吧 农管他就罚你钱 这个大家一想一想明白 但是他们说的都挺好听 再比如说他这里面有个例子 就讲说 在农村 我在东北就印象很深刻 到了冬天 就是过年很多时候 就是很多家庭 就是会养猪 养猪然后杀猪 对不对 因为在东北 大家都有印象 好了 现在你不能随便这么做了 这个时候农管一来 说你这可能违反什么卫生 什么相关的规定 那好了 你就要交罚款等等 这个事情 那你说就是老百姓 很多时候很自然的一项 我们这么做有什么问题吗 对吧 很多年都是这么生活过来 但是农管来了 那这就不行了 人家可能就要管你了 然后他还有一个例子 就说的是 有一个人在农村 他建立一个养殖场 养猪 然后他规模很大 他投资了大概100万左右吧 然后他当时就是 他用的那块地 也是一片农田 然后当时好像 按当时的政策说是可以的 拿这个农田用地 这个扮养殖场是可以 但是后来政策一变 就说不行了 这个不可以 你这违规 把这个 他这个养猪严给拆了 那拆了以后 损失是很大的呀 对不对 等等吧 就是这个我看 中国大陆的媒体 报道的这些事情吧 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在仔细想了想 就以我在小的时候 在农村生活的这个经历 那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比如说 我在小时候 我有一个事情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这个秋天 在山上会有很多山户 这山户包括什么 比如说最典型的 一个是蘑菇 蘑菇很多 然后他那有些蘑菇 真的是挺好吃的 能卖很多好价钱 然后再比如说榛子 榛子这个东西 不知道 可能南方有 应该也都能知道吧 榛子 其实也挺非常好吃 你知道 然后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 我们当地的一些大人 他们到秋天 可能就几个人一起 到很远的 到山里面去 然后就采摘回来 很多这样的蘑菇 榛子 真能卖点钱 你知道吗 那就是老百姓穷 你卖点钱 真的是能补贴 很多家用 是吧 这个时候 农馆 农馆来了 不行 这事不行了 这是咱们共有的资产 对不对 国有资产 你们这老百姓不能随便动 对吧 要采摘 我们集体采摘 这钱 卖钱也得我们卖 可能就把这些老百姓 很有限的一些收入来源 他也给你堵住了 这是我想到的 再比如说 在东北 就是冬天冷 是不是 有的时候 有些人家里穷 他可能上山去弄些木头 上山弄些柴火 我们叫柴火 但这个事情 你说你砍树 对于自然环境 确实是不好 但有些人 他家里确实穷 就像我们 我记得我去上小学 初中那会儿 就是学校里面 教室里就没有暖气 都是烧那个炉筒子 你知道那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 好像我们统一 还上山去捡柴火回来 然后烧火 那个时候 但是好了 农馆来了 山上这些 这些一草一木 那都是归有资产 的话肯定说的很好听 你们老百姓不能动 一旦要动 你们就要叫 罚你们的钱 可能这套也来了 对不对 你再比如说 河里的鱼 现在河里的鱼 可能没有多少 我想的时候 那时候河里还有一点鱼 现在可能也没有多少鱼 但是你要动 不行 反正 这个农馆来了 它主要的一个核心目的 就一个字 钱 钱 钱怎么来 第一 他制定一大一大推规则 就这规则 肯定他说的非常好听 对不对 好像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对吧 为了什么正义 对吧 就是说的很好听 你只要违反他的规则 好了 他就发你钱 把你的钱 装他兜里 这是一项 再有就是什么 很多在农村的一些 就是大家共有的 一个公共资产 像我刚才提到 什么针子 蘑菇等等 这些东西 你们不能随便弄 这都是国有资产 说白了 就是他们的资产 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这些东西 是采摘完以后 卖出去 把钱装到他们兜里 整体上 就是说白了 就是钱 这个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真的有点 做得太过分了 这是第一点 但是他搞这个农馆 可能还有些其他的目的 比如说什么目的 比如说就业 和就业可能相关 因为现在城里 很多的编制都在裁撤 事业编裁撤这个问题 这个引起的 就是说 是后果很严重 可能有些地区 裁撤人太多了 反弹也会很强烈 那么他们可能 就会想办法了 说那就不裁撤你 但是我们 有一个职位 你愿不愿意做 到农村去 当个农馆 行不行 可能他会有这样的方式 然后你到农馆 农村 你罚款 你还可以赚很多钱 那这些人一琢磨 哎呀 总比没工作强 是不是 既缓解了财车 事业编的压力 同时 这些人可能 反正也去农村 做了农馆 就是缓解就业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方面 还有可能有些大学生 他就是不想去农村 对不对 但是人家说了 你看我们这有农馆 去了以后 你还能穿上一套制服 对不对 然后大学生想 反正不管怎么样 毕竟他也算是一个 可能也有事业编 谁知道 反正就是 谁知道是临时空 反正去吧 干一干 可能他们就去了 然后我看到 中国大陆媒体报道 好像就是说 现在在中国有些高线 居然出现了农馆专业 已经出现农馆专业了 就这么快 前段时间 我也说了 就是在大学出现了 公务员专业 一个道理 所以说 缓解财制事业编的压力 缓解大学生就业的压力 他可能就搞了 这么一个农馆 然后这是一共存在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什么 现在就说 中国整个经济 就是非常不好 很多人可能要去农村 一些年轻人要去农村 或者农民工要返乡 是吧 大量的 前段时间 我们看到说 广东 又是号召30万人 到农村去等等 这个事情 以前可能就说说 也在现在 随着经济的恶化 可能真要变成 现实大量的人 要去农村 你去农村的话 他就涉及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治安问题 到农村去大家赚不着钱 大家心情都不好 对吧 彼此来自不同的地方 对吧 心情不好 对不对 打起来怎么办 是不是 治安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些人在一起 对不对 会不会做出一些 不利于政府 不利于党的事情 等等 包括一些大学生 去了以后 对吧 他不愿意在那里 他可能要往回走 是不是 那等等这些问题 你首先在当地 得建立一个 就是管理的一个机构 对吧 建立一个专政的 这样的一个体制 对不对 那就把这个农馆派下去 他们可能这就 还负责管这些事情 是吧 比如说哪个大学生要走 那就给抓回来 对 比如说 这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总之啊 这个农馆 他可能到了农村去 他可能这个权力 要比城市里的城管 要大很多 他能管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说白了吧 就是与民争利嘛 现在整个这个经济形势不好 就是农村 以前都是很穷的地方 大家也没有注意到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 但是现在呢 就是城里面 确实是也赚不着钱 政府也看到了 对吧 很多地方的债务啊 财政啊 那就简直就是很难说了 那怎么办呢 就业大家对的生活 那就是这个看到农村了 就把最后的这点利益 想办法和这个农民和老百姓 怎么样争夺过来 有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还不让你们置身 就把这个大量的农馆派进去 这个就把就是我觉得啊 我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人 看到的这样一个情景 他整体上吧 说白了背后还是没有钱了 整个中国的这个财政啊 经济情况真的是恶化到一定程度了 好 这就说这么多啊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